大家好 12月10日星期六 今日港股也是升 现在收了市 已经是星期五四点半 港股再升450点 差100点 19,900 到20,000点 成交次仰的 1994亿 你问我几个原因 第一件事 我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 港股14000点的确是太低 港股差不多公司是完全不值钱 这是不可能的事 但由14000多升到现在 你当它是20000点 反弹差不多 因为它反弹了 通常的反弹很少 那么大比例 它反弹了差不多5000多点 接近是四成 通常的反弹没那么高 通常都是三成左右 我估计反弹浪差不多 接着要怎样 接着就是 你真的要看看 我说的是明年 明年 你的经济是怎样 经济是否有增长 这是明年的事 就是说中国和香港要复苏的事 当然 现在我录音的时候 习主席还没有回到中国 不知道防疫政策 会再有什么微调 其实大家看到 待会说过 今天内防有些新闻 我们也要说 你很明显 看到那个人制一定要顶上去 我说过很多次 把人制顶到6.96 没办法 因为你现在内防 你要别人买你的债 或者他现在买债 未必可以 配股 你要别人买钱出来 谁都好 香港也好 外企也好 其实国家 有很多人说 中国有3万亿的储备 那3万亿不是他的 很多是进来 中国 譬如说 富士康的 才算 他一定是拿台币 或者美金 然后转人民币 那不是怎样出人民币 但是当他走的时候 你要给那些外资去 中国实际上 是属于他自己的外汇 其实是少过香港 他连8千亿美元也没有 但你不要忘记 你人口多这么多倍 你十四亿香港七百多万 所以那些钱 你看清楚 他说 他有的外汇是这么多钱 但不是告诉你 那些外汇是他自己 自由使用的这么多钱 你要搞清楚 香港不是 香港的外来鼎联币汇率 其实 加上外汇基金 所以其实香港比中国有钱很多 因为香港只有七百多万人 你想想中国 我不要当你六七千亿美金储备 我当够你一万亿美金储备 你有十四亿人 香港只有七百多万人 豆腐润这么小的地方 有机会中国只有六千多亿等值的美金储备 六七千亿 香港多少 香港四千多亿美金储备 外汇储备 外汇 我说 那你欠多远 好像说八千亿 是吧 总共是八千亿 我当他有四千多亿美金 你想想欠多远 香港豆腐润这么小 所以问题不是这样计 这次我觉得反弹是高了的 其实我今次预计反弹是三成左右 即是18,000左右 一般也是 一般也是 你看美股也是 29,000左右 最多就弹回到34,000左右 差不多了 但今次港股是多了一点 超额了一点 看看会维持多久呢 因为你也要有钱 即是才能顶到人民币上去 是吧 你也要有钱才行 是吧 好了 先说封面 钻石九上去126% 美股今晚未升 不知道 即今晚未开始 不知道 美银去回41% 大家看到我这个封面 其实不只是我昨天在地产小专家说 这个苏州 基本上现在全国 特别是你看到在上海 苏州 我想其他温州 迟些 温州 甚至广州 甚至广州 不奇怪 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团 是浙江的嘉庆 通常这些地方 就是做apparel 做制衣 做制衣 当然有制衣 或者一些简单的 比如家电 那些 那是什么呢 大家看到 刑光莫压 12月5日 开始已经有团出发 那去哪里呢 就是空群移出 去哪里 去日本 东京站 去做什么 抢单 说明的 他说 这个我看不到什么字 即是什么机 出海 抢单团 不是我说的 你看着那个ban 那个ban 是什么 浙江嘉庆日本 这个就是affair 即是抢单团 他说明是去抢单的 其实 当然大家不太喜欢这个字 因为好像很粗鲁 但是他们来说 其实生死存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已经干了 这些大部分都是国企 就是我们说的散访 大部分的都是国企 那去做什么呢 你自己搞定 你自己去拿单 拿不到单 那怎么办 自己搞定 没有资料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 现在每个人很兴奋 因为要拿单 去抢单 那你说日本的单 大还是小 当然小 但是小 你抢不抢 你也抢的 现在没办法 我们看到去日本 接着去欧洲 德国 法国 主要这三个地区 那你说日本虽然 当然 其实你很讽刺 以前叫人家小日本 是吧 以前叫人家小日本 叫人家意大利 立陶宛那些 将人家扔开一遍 然后 现在你还听到 中国要做内循环 那你做什么出去呢 是吧 说而已 说而已 是吧 你没有外地的资金 没有订单 说什么 你没有贸易 什么都不用说 你坦白说 你最紧要救什么 救最基本的 那些先 说什么都没用 你以前说 什么 骂人家小日本 骂人家 什么法国很小 意大利 你现在意大利 你想求人家意大利 给单人家 现在不给单人家 他知道去不了美国 因为美国不会给单人家 是吧 那你问我 有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呢 那不会灵的 拿到多少便可以多少 那没有的 面猛高 一定要查到足够的 其实 之前几串 很串串的 没有了中国 全世界 你还看到新闻的 华春莹那些 不是经常说的 全世界不可以没有中国 那为什么你要去抢单呢 那应该那些单子 自动下来才对 不需要抢单 你简单做的 应该 以前中国简单做的 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 是吧 以前一几年的时代 很多大的制衣厂是什么 简单做的 你下单 早点 迟些没有 现在怎样 你问我的 支持近乎勇 都是好事 已经失败了 失败了 现在便支支近乎勇了 不止浙江家庆 或者是苏州 其实基本上 全国 所有国家的 省访的 国企的 全部都撲出去抢单 没有单 习主席怎么给你单 给不到单 坦白说 沙特阿拉伯 拿不到单 拿到单便不用了 是吧 习主席怎么可以求人呢 求人是你去 是吧 价钱是未必输的 因为为什么要补贴 价钱是未必输的 因为他现在短期内补贴 总言之我要单 工人先开工 什么都是假 你现在接到单回来 其实是多少呢 就是要二月才开工 没办法 但你也要出去接 好了 问题就是 香港你在做什么呢 现在 他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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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中国可能也是这样 之前是吵架人 没多久 年多之前 还吵架人 全世界不可以没了中国 现在出去抢单 他是坏 他承认 他现在出去拿单 那香港呢 没有了 去完东盟停了 做完金融峰会 没有了 李家超还去办公展会 买些东西 那些不会让香港多了单 不会多了别人投资 不会多了别人IPO 做完的了 金融峰会 七栏那些 那香港做些什么 起码一样东西 人家都知此近乎勇出去抢单 好事 那香港的官员做什么 打算过聖诞 然后农历年 明年才想 立法会先放假 看款也是 对不对 不行 别人也放了聖诞假 对不对 有一看 螢光莫无欺骗你 中国民航处 有一看 不是我作出来的 你在网上全部看到 香港的观众是什么 那些钱跌下来 中国生存就是这样的了 你真的信王岐山说 中国人可以吃草三年吗 吃草三年都过了三年 现在是吧 现在第四年了 第四年不行了 是吧 当然了 你说 那个反应一定会不太好 第一件事 现在中资是贵 大家知道 第二件事 就是很多会 动策 中国想和别人合作 然后拿别人的技术 之如此类 但是制衣应该不会 低技术含量 制衣应该是未必的 应该 他不会拿到很多单 但也不会完全没有单 拿得一张单 就得一张单 12月4日 由杭州萧山机场 飞去日本 多地 看到多地 不只是杭州 或者是苏州 或者是浙江家庆 基本上 全中国 大部分做制衣 或者这些 一般家电这些单 全部都是撲出去拿单 如果你网上拿到的 就不用去 就是拿不到 多地外贸团 一起出发 出国外抢单 那你在香港做些什么 你这些官员 你这些答我 你们人工是最高的 十几万一个月 有些几十万一个月 你们在做什么 对不对 搞定了 开了个金融峰会 搞定了 搞了七栏 完成了 去完东盟搞定了 还没 大佬 要有单单才叫城市 是吧 好 这个是重期 我刚刚看到的 大家知道 内地有一个 叫做国务院 联防联控的小组 内地就说 这个小组 因为防疫放宽 解散 现在国家说 国务院说 喂 我都从来未成立过这个小组 对不对 一定说过就是了 我们都说过几次了 算了 他认不认就算了 简单说一句 现在你看到国内很搞事 一做的时候 全国 每个人都很严重 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 即是现在没有疫情 没有症状的不是病 不要来看病 小组都没成立过 国家就是这样 卫健委说 方仓会升级成为定点医院 简单说一句就是医重症 会扩展医重症的资源 今个月底前就完成 因为重症会多 其实重症和发烧会多 这个好事 另外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 为什么一定要托人仔上去呢 雅生活 这个雅居乐再次折让 配股8%的雅生活 4860万股 套现接近5亿 另外融创91亿美金债 最多将40亿美金的股东 借钱转换为普通股 或者是股权挂钩工具 喂 我借钱给你 你给股票我 现在给其权我 给股权我 有没有搞错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你的人仔一直跌的话 哪个人买你的股票 是不是 你人仔计价 所以他现在的人仔一定要托上去 各港官就上去 一般来说 第一期的熊市反弹 应该是三成左右 他现在弹到四成 这一千点可能是有多的 这一千几点 所以大家进入市 就要小心一点 看着市 好了 坏消息 让我们猜中 刚刚出了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再跌1% 上个星期我们是159点多 跌1.5到 再跌 即是说楼价 在过去那个星期继续跌 继续沉底 李家超就去了公展会 没办法 盧崇某 就要去这个立法会 在最开始的时候 盧崇某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 至于安心出行 和疫苗通行症的问题 暂时未讨论 也未讨论这个通关问题 这个就是星期四 下午两点钟的新闻 在立法会里面 完了之后 盧崇某就说了 他说香港 属于境外地方 入境检疫和内地不同的 所以不会通关 也不可能免疫通关 也不会取消安心出行 这些是涉嫌犯了国安法的 香港是什么境外地方 你说什么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什么叫境外地方 你说什么 那就是外国势力 香港是中国的外国势力吗 有没有搞错 你真是涉嫌犯国安法的 你可以说大家的防疫措施不同步 但是不能说香港属于中国的境外地方 什么叫境外 你试试跟习主席说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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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看看中南山那些全部出来都说 喂 你现在Omicron感染不可怕 那你就搞这么多检测公司 很多检测公司是中南山的 哇 你搞这么多检测公司 原来是不可怕的 99% 7-10天内完全康复 国家就是这样 是吧 好了 港大教授的金东眼就说 这个机会很大的 我们也说过 现在国内就是抢退消丸 那些莲花清坤素 有些是贵了两三倍 很大机会会海啸式爆发 机会很高 香港不用怕 他说的应该是国内 因为为什么呢 我相当肯定 香港有接近五六百万人 已经中过招 你当时也说四百多万人 就是港大的调查 你现在过多四个多月 日日万多 我们星期四已经 香港怎么会没有 没有五百多万人中过招 一定有 田北辰就妈妈声 喂 两地定性不一样 有没有搞错 国内这么轻微 香港还要安心出行 还不可以两地免检通关 香港五六百万人 已经中了 根本不怕你 是吧 香港都不怕了 你国内怕什么 是吧 你卢宠某这些 其实怎么说都是废 这次李家超就精 我去公展会 你去立法会 哈哈 你看到卢宠某在会里面 都不敢说 在立法会里面说 还未讨论 押完就说 不行 在会里面不敢说 怕被人吵 是吧 好了 我们说回一些 香港如果不取消了安心出行 或者疫苗通 或者零加零 这些防疫措施 始终不能完全 令到投资者的疑虑释放 其实 因为你仍然吊着尾巴 在那里 你拔死拔死 拔死拔死 人家怕你卷套重来 一定是 你一角落 你见到他 如果习主席醒目回去 完全切掉 不是他自己 不是他自己 是所有的防疫措施 这样的话 外资就会觉得 你不会走回头路 不是搞什么廿条 是行动上全部切掉 最好是什么 连个健康马都切掉 那外资就会觉得 你不会走回头路 但是香港还吊着疫苗通行症 香港现在还加过零加零 和内地还是不可以免检的话 人家就会觉得 你都好像未复苏 我还是先保留一下 对不对 正常 心理上都是这样 所以你说香港真的很难搞 请到这些官员 用这些官员 我想习主席要亲自下命令 是的 如果国内真的完全开放 习主席可能要亲自下命令 立即开放 全部取消了所有东西 如果不是搞不到 好了 我们讲回财经新闻 大家听过 我之前也买过他的电动数把 他推出了一个新的空气清淨耳机 就是说你除了可以清淨空气之外 淨化空气 还可以听歌 降噪 但是价格就很贵了 是Airport Max的两倍 两倍 大家看到螢光幕这个 会不会和新冠肺炎有关系 可能是也不奇怪 看上去也挺帅的 好了 苹果的自动车 有机会会退后一年 为什么呢 因为自动驾驶系统还没办法 他说现在的技术 没办法实现苹果打造不用方向盘 不用态盘 或者搭板的全自动驾驶 即是说技术还没弄得到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说 中国那个 那个 那个圆晶 那个晶圆 就已经搞定了 这样做了多久 说得那么容易吗 科技不是那么容易 人家搞了多久 你问台积电用了多少钱 用了多少人力物去研究 一年给你搞得怎么样 一年给你抄到 是吧 不会的 你抄到也是一个半个 你要去到量产 起码要四五年之后 有些问题你解决不了 十年都解决不了 就是这样 好了 中国在11月份 即刚刚过了那个月 汽车销售跌一成 这是正常 因为它有动态清零 有很多人都觉得 明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那个上半年就会低迷 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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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不好 当然 还可以达到840万辆的人多 还有最大问题 中国买车 大部分都有补贴 是 就是说你买车 实际上是全中国人买车 因为国家补贴 正常的 欧元区 欧元区 可以的 九月底 那个GDP 就是 正0.3% 正0.3% 估计 其实就是0.2% 德国也好了 这个是比英国做得好 有个新闻说 Microsoft 会打造一个超级的Apps Apps 这个是什么Apps呢 就是 买购物 买短信 新闻 搜寻器 买这么多个大乘于一身 一定会借下Google 可惜手机是Google 可惜手机是Google 是Google和苹果 说是这样说 很多时候都说得很厉害 要真的出来才知道 你见到 微软的Bing 其实是一般 Edge和Bing 怎样都好 都是赢不到Google 他出过很多 很多的游览器 始终都是赢不到Google 另外 有传 今次 中国放宽的防疫政策 就是这个 这个红海 就是富士康 有跟中国政府说数 但是这个富士康 已经否认了 红海在8日 就是昨日 透过子公司 增持印度多5亿美金 简单说句 很明显的了 Foxone 会将iPhone iPod iPad 这个产品 慢慢移向印度 但是我估计 它移了七八个月左右 有机会 要今年年底 才可以投产 另外 iPhone的需求也疲弱 我曾经想买一个 最新的iPad Pro 但是问题是没有什么需要 我发现 因为我自己有部Android 即是Samsung 虽然是 2017年买的 但是够用 够用 够用 已经够了 我想过我买来做什么呢 还有很多朋友都说 现在最新 我不管iPhone 14铺也好 将来出个15铺也好 其实变化不大 其实 苹果教主闪了 教主收工了 他真的要想一下 公司的产品如何走 譬如你见到 现在iPad Air 基本上和iPad Pro 是没有分别的 没有分别 现在比较有分别 就是iPad mini 真的 但我又不喜欢 Samsung现在的比例很怪 4比3 整个梯型的款式 长长点 我又不喜欢 你说型来说 就是iPad 那些什么iPad Pro 已经太大了 12点几寸的那些太大了 但我觉得 一件事 我需不需要六七千元 去买个 买个iPad Pro 我买个iPad 10 都已经够用了 iPad 9都够用了 两千多元 最后我就没买 就是用这个 这个是二千多元 用了多久呢 用了17年到现在 用了五年 接近六年 没有太大分别 所以现在iPhone 真的要有个比较大的改动 真的 否则你的东西 重重复复 都是差不多 但未必有些人 真的要用一万多元去买 真的 你有什么大改变 真的没有什么大改变 你拿个iPhone 13 14 15 我当你铺出来 除了尺寸大小一点之外 有什么太大改变 没有 是吧 另外 另外中国A股的IPO 创新高 在今年大约是五千六百亿 但也没用 因为我们刚才看完 中国A股的指数没有移动 除了中国A股的金融指数 即是科技股之外 没有移动 都是三千多点 没有什么作用 加拿大宣布 美国会在14日加息 加半厘 加拿大的央行宣布 加两码 即是加四分一厘 加了六次 现在加拿大的息口 就是四分一厘 他已经说明 会减慢加息部分 巴西未必 为什么呢 因为巴西的经济很差 经济非常差 绝对抵挡不了通畅 所以巴西有机会 如果通胀再高 会再加息 加拿大差不多 说明 即是今次加息后 就会放慢 所以说是没有用的 大家看到 台积电11月的收入大增50% 创单月的历史新高 除了在历史上 有读者问是否凤凰城 是凤凰城 是凤凰城 除了在历史上 现在这间厂 再开多间厂之外 接着考虑日本再建厂厂 不能骗的 这些有没有钱 即是简单说句 你看到台积电的布局 很简单的 布局是 什么布局 在中国南京做什么 28内米 不会再加的了 在美国 做什么 做高档的 高端的 苹果订单 接着有些 或者是做Android Google自己的订单 两间厂 然后怎样 接着 日本 日本做 日本生产 大部分 所以你看到整个 这个科技的布局 就是什么 美国 日本 台湾 够不够清楚 很清楚 美国 牵头 日本 台湾 最主要的科技 还会在美国 和台湾 即是原征的科技 这三个地方很清楚 接着在美国的曼哈顿 我都猜不到 他说租金升得很厉害 他说十月份 在曼哈顿 平均租金 是美金3,964 11月份 已经去到4000 有机会 现在是 11月份 是达到5249元 即是平均租金 非常之厉害 那个 为什么香港会下跌呢 香港的人口在下跌 你一看就知道 别人的人口没有下跌 接着加上通胀 租金就上涨 你香港是 你有通胀 但你的人口下跌得很厉害 所以你的租金就下跌 好 另外 台湾的海基会 就 警告台商 我看到有开会的片段 就说 中国的经营环境是恶化的 警告台商通常都是做这些科技 就是联发科 那一类做有关科技 晶片 那类的东西 5G 那类的东西 就说台商要评估整个补局 你如果还把所有东西压到中国 他一旦有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他很多单一没有了 你立即大事 这个是海基会的提示 是正确的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 关于白纸革命的时候 就说 在中国 你用这个iPhone 我没用过 我不知道 就说 它有个 iOS 有个AirDrop的功能 你完成之后 即是你做完的 策略 对方 拿你的名字 就可以拿到这个 之前说过 中国后限了只有10分钟 其他地区就没有限制 现在苹果刚刚说出来的 就是 全部人都限制 最多10分钟 即是你拿10分钟 接着那条线就会准备 你就可能要一段时间 才可以再拿那个记录 或者你拿那个记录 只能够拿10分钟 他认住了 记住了你登入那个资料 我不知道 因为我本身没有 我本身没有iPhone 所以我不知道 在这里 另外 这个是对于 苹果的用户来说 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 以前在苹果 即如果你用ROS 的话 你储存在苹果上面 某一些数据 就会加密 但是你个人的短讯 那个联络人 和私隐 的备份 就不加密 苹果都可以拿到备份内容 现在就不止了 现在就说 所有用户 如果你用iCloud 的话 iCloud上面 不管你什么资料 全部加密 不止加密 还有个完整的备份 照片文字全部加了 坦白说一句 这个美国政府破解都拿不到 除非他有利密码 这个对于苹果的用户来说是好事 除了苹果之外 就没有人拿到 包括你自己 或者有利密码的人 另外三星也有新的研究 大家知道 现在我们用指纹解锁 就是用一或者两个手指 然后按在三星的手机 或者平板指纹的位置 现在不止了 现在是什么呢 你可以同时用三只手指解锁 即是放三只手指上去 它可以同时认到三只手指 还有一件事 在萤幕上 任何位置都可以 不用一定指定它有指纹的位置 这个也是好事 如果用三只手指去解锁 其实是好过 你用人面识别的 简单说一句 你用三只手指解锁 基本上 除了它斩了你的手指之外 或者斩了你的手指之外 好像僵硬的都未必得到 因为没了血便僵硬 但不需要 它用刀振着你就可以了 它用刀振着你的时候 它自己叫你解锁 这样的话 基本上有人可以无理 破解到的机会 接近是零 这个是新的突破 三只手指 即是我们不要大拇指和尾指 中间的三只 放在手机上 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解锁 研究成功的话 三星就应该有专利 好 另外这个是新资料 美国 美军 有个云端工程 有大单中了 这个大单多大 90亿美金 相当大 中单的是哪个呢 Amazon Google Microsoft 和Oracle 全部都收到合约 合约金额最高 去到90亿美金 去到2028年 帮助美国 建立联合作战 云能力 因为你看到这四个人 他们都有很强大的 网上伺服器 最大是Amazon 接着是Microsoft 接着是Google 接着是甲骨蜜 接着是甲骨蜜 所以 美国 不需要自己再去 再去搞这些东西 用你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我认为它会将它斩件 斩件放在四个不同的伺服器 即是不会全部放在一个 另外 这个对中国 另一个不好的消息 这个 埃斯摩尔 荷兰就是埃斯摩尔 有可能连这个14奈米 做EUV 那个圆征的技术 那个机器 都不能够出口给中国 跟着美国 拜登在10月宣布的措施 即是说 现在这个ASML 就差不多跟你说 就说会跟 下个月 即是1月就会开始 简单说一句 应该 订单是给到它满意为止 行 你要我不卖给中国 没问题 你给足够的单子 我就可以了 是吧 很简单 那些单子移到哪里 就移到其他地方 是吧 不在中国做而已 在其他地方做 是吧 中国 即是现在来说 可能 比较 其实我所知道 它为什么这么多单 给台积电 在南京的28奈米厂 因为人家的实现性最高 你做到了 但你的实现性不够人家高 做到还是做到 所以14奈米那些不用想 中国某程度上来说 和美国的科技 在圆征和军事方面 很快 最少有十年的距离 最少 好了 那就跟香港的国态一样 英国都罢工 英国的希斯路机场工会 就宣布 在机场边检人员 就会在圣诞节假期罢工 说了 我不知道中间说不说得如何 伦敦希斯路机场 几个大型机场服务 在圣诞节期间 就会受影响 受影响的旅客 就有几十万 因为是Christmas 它圣诞就包括了新年 其实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政府 拒绝了劳方要求 2%加薪 当然其实它想你减薪 大家都知道 新伟成现在那个 迷你方案 基本上已经是 又要加税 又要加富人税 又减理卡 很多东西不变两年 那哪里能加薪 英国公共和商业服务工会 有86%的投票成员支持 基本上如果你不加薪 2% 它是由今个月很快 23至25日 23、24、25 Exactly 就应该是星期五 平安夜 接着就是圣诞节正日 26、27就没有说 暗指 28日至除夕 就是简单说句 23、24、25 26、27就没有 接着28、29、30、31 罢工 简单说句 就是假期罢工 很严重 没办法 大家都明白 在中段 英国的通胀很高 你不加薪 它根本上是没有钱 大家希望它在中间讨论 便可以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看看还有没有更新的新闻 现在差不多是5点16分 暂时在01那些报章和经济都没有新的新闻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youtube投资筆记 美股12月份收费版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希望大家可以免费订阅我们的youtube 英文财经频道 us.market weekly 这个连结 就在下面 我们的网址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接着我们会改成youtube版 已经正在做 大家等一等 接着我们会讨论劳斯来斯 劳斯来斯的确是做车的 但现在劳斯来斯 已经是做动力引擎 控股主要是做动力引擎 已经不是做车 但是是那间公司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接着就是领战 Verizon和英美烟槽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好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可以 好 今天已经是星期六 祝大家周末愉快 錄了正经短打 在星期六早上就会出街 大家记住留意就可以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